他姆斯杯羽毛球赛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男子羽毛球团体赛 这个比赛可以充分地考量一个国家在这项运动当中的整体的优势 所以你必须要有比较权限的运动员 要有许多的水平高的运动员才能够有机会来捧杯 这项比赛到今年为止已经举办了第26届了 但是只有三个国家曾经获得过这个奖杯 汤姆斯杯 汤姆斯杯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由一个英国的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来捐献的 这个奖杯应该是用白金制造的 所以非常的重 非常的贵重 也非常的重 开局阶段的日本的这一队年轻小将 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这个 并没有太示弱 经过了局修之后看看怎么样 英雄队是连续得分 日本队出现了配合不太默契的情况 不太走运 这个球戳了这个滚网之后 比尼队再得1分14比10 比尼曾经呢13次捧得汤姆斯杯 中国队拿到了7次 还有那5次是属于马来西亚 但是马来西亚呢是在这项运动比较早期的时候 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尝到这个汤姆斯杯的滋味了啊 最后一次夺冠的是在1992年 所以这次有机会呢在家门口来主办比赛 可是因为国际雨联的抽签的这种新规则的调整 为马来西亚的晋级之路呢带来了非常多的障碍 他们是在晋级之路上走的最艰苦的一支代表队 今天在半决赛里呢将要遭遇中国队 所以这场焦点之战呢将在今天晚上来进行 我们也在体育频道呢将继续直播比赛 日本队呢这几分的追分 还是说加强了对方的这比线的两脚的调动 对着线的分配 做得不错 那个发球呢是有点变化 但是还是被对方很好的阅读出来了 揭发更漂亮 15比12 迪雷安戳 点杀 杀到两个人的结合簿 诺瓦的铺网 这球没有能够通过 刚才在现场中间休息的时候 回到休息区的佐佐木祥 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日本的球员对他们的祝贺的方式啊 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哈菲兹 在之前的八强赛里面战胜了大麦的选手 佩尔森这场比赛 回来之后震着就成了英雄 而刚才日本队的队友和球迷也给了 佐佐木祥同样的礼遇 对于他们来讲 能从印尼队手上拿走一分 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成就了 而他自己也实现了 对阵西蒙桑托索的一个记录的改写 双打就是看谁的这个反应速度更快 节奏的配合 线路的分配都非常的重要 好 快点 你看